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咱们讲一讲国内的一个突发事件 这简直就是疯了 是4月2号晚 也就是几个小时 也就是事发了几个小时之后 我这边的时间 重庆观音桥附近 发生了一个无差别的砍人事件 一个男子手持菜刀 随机的在砍路人 然后是被周围群众的致敷 我在这边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由于比较的 不太适合放到油管上来 我就描述一下 我这边看到的是 一个人拿个菜刀 然后周围的很多人在路边摊 可能是什么大排档 还是什么路边的一些什么摊贩 板凳桌椅之类的凳子 然后都围着它去把它给制服 然后没有造成更多人的伤亡 根据这个警情通报 这个警情通报可以看一下 4月2日8点 犯罪嫌疑人干某 然后突发狂躁 在江北区剑心西路 持刀行凶至4名路人受伤 附近群众挺身而出 将其制服 民警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处理 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你看这个警情通报 目前还没有人出现 就死亡 死亡都没有 你看这个人姓干 三点水加个金 这个字念干 这也是一个生辟字 这么一个事情 你说现在都疯了 大家要是细品这件事情的一个小细节 像这种突发事件跟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这边看到一个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以往我在关注这些群体事件的时候 不管是那些什么儿育儿园事件啊 还是什么在什么公交车上 这个大火机点汽油事件啊 很多时候吧 就是说这种建议有文的挺身而出的很少 没有啊 你在比方说像很多年前吧 在昆明啊 有很多人就是也是那个少数民族 就是砍人事件吧 也没有听说什么挺身而出的 没有都躲起来了啊 然后像这个事情呢 哎就有人挺身而出了啊 就有人开始拿起周围的那些什么板凳了 一些椅子了 开始跟他去对抗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啊 是怎么去解释呢 就是人们越来越有勇气了啊 在这里不是说这个凶手 这个凶手他持刀去行凶 这肯定是啊 要谴责的 不仅要谴责的 你这个怎么去重判 我觉得都不冤枉 冤有头债有主嘛 你这个人 虽然说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 无缘无故的恨 你持刀必有原因 但是呢 你无差别的去砍路人 这就有脸怎么说呢 你没找对人啊 你要是真有天大的冤屈 谁招你了 谁惹你了 你去找他去 你不要对无辜的路人下手啊 这是要讲其中一点 那么对于这些路人呢 也并不是像之前多年之前 哎呀那种 哎呀就是能多远远一点 就多远一点啊 这个麻烦事 咱不就是不沾身啊 明哲保身啊 什么老太太倒地了就不服了 就是怎样怎样了啊 现在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呢 能够看到多多少少 这个社会的风气啊 也在发生一个悄然的改变啊 就是说民间呢 多少还是还是有一些 有血性之人的啊 可能之前还是在想在犹豫 但是今天呢都出来了啊 这是要讲的第二点 那么再讲到第三点呢 就是说现在你想想这个人 他为什么是这样啊 为什么会发疯啊 那有人说了啊 可能是因为工作找不到了 或者说是因为感情上受挫折了 或者说呃长时间比较压抑了 等等等等啊 因为像这种无差别的商人事件啊 啊这些凶手很多都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长期的单身啊 离异啊 找不到工作呀 贫穷啊 怎样怎样 长期的压抑 然后爆发了 才导致这种变态的行为啊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 你去看这个经济啊 因为之前呢 你看看这过去几年啊 封城啊 疫情啊 导致了多少人失业 多少啊 实体店倒闭 多少工厂倒闭 肯定就是说这种生活过不下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有人就说下说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怎样怎样 是如果以后还是发生这种事情 我希望人们能够挺身而出啊 因为像这种商人事件 咱不光光盯着中国大陆 其实在其他国家都有啊 你比方说前几天在美国也发生这个枪击案啊 你说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要是等着警察来 你等警察来那些凶手那都伤了几条人命了 那你等警等警察来显然这个是一个滞后的行为 所以说呃 不管说是在国外啊 美国啊 海外华人啊 在当地生活 还是说在国内啊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呢 如果啊 你们是几个人啊 你们是三五个人 你一个人的话呢 这还没有必要去进行道德绑架 如果说你们三五个人啊 一块撸串了 一块聚会呢 是吧 也有几两三个什么啊 两三个大男人一块 如果说再碰到这种单个的迟到行凶呢 完全就可以对抗吧 是吧 一人随手抄一个家伙去对抗 是吧 不会伤及性命的 你挤兑一 一般来说不会伤及性命的 可以把它给制服 这是没问题的 啊 像这种事情啊 社会风气的悄然改变 那么像这种事情啊 你说当地政府啊 他们会怎么去看待 你说这种事情 上面人会不会知道啊 像这种事情 有人还说了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里又提到了一个 什么习近平不习近平的事情了 就是说 以后啊 这个经济啊 多多少少 他们还是要发赶 你站在一个中共的角度去看问题 站在一个习近平的角度去看问题啊 就是现阶段啊 你不能够让这个老百姓把他逼得太紧了 九台苗不能把他给割绝了啊 有一段这个连续剧的台词是怎么说的啊 现阶段还不适合去消灭资本家 是吧 咱这期节目的不谈经济 不谈资本家 就他民生领域啊 老百姓你也不能够把他逼得太紧 逼得太急啊 所以说习近平中共 他们要想坐稳江山 从自己自身的利益角度去看的问题 是不是得释放点活力了啊 是不是不要再管得太死了啊 这个不是说替中共洗地啊 这个我也不想洗 只不过你从他们自身角度来看问题啊 是这个经济得高好一点 不能够再催生这样的人了 因为像这种在大马路上无差别伤人的 那都是日子过不下去的 很多都是日子过不下去的 很多都是各种悲剧啊 各种压力啊 长时间的积累压抑才导致了人格扭曲的变态 才做成这种这种行为啊 像这种人你在谴责这种行为的时候啊 同时你也要反省这个社会怎么了 人都是社会的产物 人都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今天还没说呢 像重庆那个地方 其实重庆人还是比较有血性的啊 重庆人你不管说是拿刀砍人的人 你说他是血性 这是一种坏的血性啊 旁边建议有为的人呢 这是好的血性 那总会来说呢 是有血性的啊 你想想当年这抗日战争啊 也是在这个失牌保卫战 也是在重庆啊 打退了这个日军的进攻嘛 啊是吧 这个当地啊 民风啊 文化属性啊 是在这里啊 话离多到这里呢 哎 怎么说呢 像这种事情啊 以后啊 你不能够说是杜绝啊 因为像这种群体事件 可能隔三差五就会有一起啊 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活不下去啊 那你得看这个社会啊 这个这个病啊 社会病什么时候能好一点 如果说这个社会民生领域啊 人们都安居乐业 人人都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或者说通过努力 通过努劳能够改变现状 咱们不说阶级跳跃了 不说改变阶级了啊 不是说一定要当大官发大财 能够让自己过得舒适一点啊 能有一个安稳的床 睡一个踏实觉啊 一天能够吃两顿热饭 是吧 隔三差五 能够跟朋友喝一顿小酒 是吧 过个这种小日子 是吧 像这种事情就会大大的减少啊 那至于说以后啊 这个情况会不会缓解 你得看中共他愿不愿意啊 踏踏实实在搞别折腾了 这过去几年折腾的太多了啊 也该停滞了 也该发展民生了啊 这也不是说喊话 就希望他怎样怎样啊 这个我在国外呢 我也是管不着这么多 我只是从这件事情上咱们来分析这么一个现象 如果说中共啊 想要把这个江山啊 再延续几十年的做下去 还真得啊 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是不是把老百姓逼得太紧了啊 逼得太紧的话 这种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呀 变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呀 啊 是吧 那行吧 那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